双星海港 荣耀深成 本周二 上海海港俱乐部在上汽浦东足球场举行了赛季总结大会 两座中超冠军奖杯熠熠生辉 对辉之上也已是双星闪耀 经历了一个赛季的拼杀 吴磊非常享受此刻惬意的时光 功勋教练徐根宝也受邀出席了活动 他接受了崇明六虎献上的冠军奖牌 师徒同框 其乐融融 然而 对于吴磊来说 此时距离国家队重新集结只剩48个小时 这个瞬间成为了我们本次上海之行 对吴磊拍摄的最后一个画面 在捧杯之后我们就对吴磊提出独家专访的邀请 吴磊欣然应约 在出席总结大会之前 吴磊在世纪公园的基地如约而至 上海午后 秋日暖阳 此时的天气恰恰如同 再度收获冠军的好心情 打开基地的大门 吴磊也向我们敞开了心扉 这次访谈也从大连捧杯的话题开始 渐入佳境 因为这个在主场那场比赛是 就是确定夺冠了 然后有出迷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那种感觉是很兴奋 然后到大连是看到了真正的奖杯 然后捧起奖杯跟奖杯一起合照啊这种 所以说两次 其实相当于庆祝了两次吧 从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是觉得这一次要比18年更加内心更加开心 然后更加激动 可能这个年龄上学之后 可能更加感性了吧 然后这次也是我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完整的赛季 因为去年是中途回来的 今年这个第一个完整的赛季 然后跟球队一起 跟队友一起 包括工作人员 还是原来这些 18年我当时拿冠军的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吧 最后一轮客场对阵大连队 吴磊的替补出场改变了比赛的走向 他在中场前完成了逆转绝杀 这是吴磊为海港队打进的第二百个进球 他也以131球的数据再度追平艾克森 并列成为顶级联赛历史第一射手 这也是吴磊本赛季第18个中超进球 距离第一名金靴莱昂纳多仅差一球 到联赛中后期 其实这个舅舅没有考虑过这样事情 因为全身心的就是 想怎么把这个冠军拿到 因为确实球队在中后期 也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成绩也有一些下滑 所以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其实全队也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吧 然后自己个人方面没有想这么多 但是其实到最后一轮 我也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但是回过头来看的话 其实因为最后我自己也进了两个球 所以最后也差一个球 所以从这个结果上来 还是有一些遗憾 捧背当晚 海港队从大连连夜飞回上海 在浦东机场 众多球迷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他们高喊着无垒的名字 迎接心中的英雄 非常感动 因为也是12点多了 除了机场也将近一点了 还有这么多球迷 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这个感觉让我回到了 可能18年 18年我们从广州 打完广州回来之后 也是有很多的球迷迎接我们 之前这五年也没有拿到过冠军 但是这些球迷们 其实一路也看着我们成长 跟我们一起 其实他们也承受了很多外界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种释放 倒数第三轮对阵国安 尽管吴磊中场前扳回一球 但1比2的比分定格到了最后 没有能够提前实现夺冠 吴磊在赛后致欠球迷 下一场一定会更加努力 输了国安之后 先那场球 大家可能都认为我们 想在那场就拿到冠军 球迷对我们的期望也很大 然后自己我们也没有提好 所以其实大家心情都非常的低落 然后我觉得到了山东这场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能感觉到大家心态反而更好了 没有北京那么大的压力 所以大家每一个球 每一个人都是全身心的去投入在这个比赛里了 然后我相信那场比赛也是这么多年 可能外界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上岗队 我们每球必争 然后每个人都渴望着这个冠军 对阵山东泰山队的天王山之战 赛前海港队罕见的围成一圈 队长奥斯卡喊话动员 张林鹏助攻吕文军完成了崇宁连线 下半场山东队扳平了比分 最后的时刻 吴磊在场边一边拍摄一边指挥 焦急万分 哨响的瞬间 他与队友一同冲入场内 时隔五年再度圆梦 吴磊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我觉得比这个五年前更加兴奋吧 因为我们比五年前又老了五岁 然后能拿到这个冠军非常不容易 然后其实很多困难只有我们自己内部清楚 所以我们非常想把这个冠军拿下来去证明自己 上半年可能球队比较顺 但是到了这个中后期 可能球队有进入了一个低谷 但是我相信 所有人我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就是想去拿这个冠军 然后今天拿到这个冠军 我相信所有的人 所有的球迷 都是非常愿意看到这个成绩 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 然后上一个冠军拿了之后 我这个去了西班牙之后 现在回来能够跟兄弟们一起再拿一个冠军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夺冠第二天 吴磊与队友们来到崇明岛探望恩师徐根堡 共享冠军喜悦 上一次上岛还是大年初二的祝寿宴 这一次相聚其实已经策划了许久 其实这个想法不是说在山东比完赛 当天晚上就有的这个想法 其实我们在一两个月前 我们几个就已经是说好了 我们想着可能这个时间会来得更早一些 因为整个从联赛走势来说 我们的这个形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度领先了十几分 我们想我们当时我们就说 只要我们拿到冠军的那一刻 只要确定我们拿冠军了 我们就一定是马上去聪明 去看一下徐岛 大年初二其实每年我们都会去 更多的是给徐岛庆祝生日 然后关心关心他的身体 然后这次是拿了冠军之后再回去 可能性情就更加不一样了 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去回馈给徐岛 然后让徐岛更加能够开心 你目标再大一点 不等后面了 今天就来 也感谢徐岛 谢谢 王总上好 那么这里最后给你们提出一个要求 你们能提的话还提 如果差不多的话 王总上你都答应过吗 你不是也答应过吗 无奈答应过不是要回基地吗 我现在早去办了找不到 你们这里学习回来的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慢慢学 我答应 王总上呢 考虑考虑 怎么样 愿意啊 无奈呢 考虑考虑 还在进学 2002年 徐根宝收到了曾经的学生 李鸿冰的一封信 向他推荐一名叫做 吴磊的小球员 这就是故事的开始 当年11岁的吴磊前往基地视讯 59岁的徐根宝 惊呼这是真正的马拉多纳 从此成就了一番师徒佳话 现如今 32岁的吴磊 面对80岁的恩师 仍然像小时候一样 言听计从 并时刻保持警钟 徐老一直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从小 一直都是这样 哪怕现在可能 他不是直接带我们训练 每次我们去基地 都是 会给我们提出更新的要求 更多的要求 希望我们能够时刻不放松 所以我们这也是从小 这么多年过来的 也是习惯了 徐老对我们这样的要求 32岁的吴磊还在刷新着记录 他的名字未来还将出现在各种记录榜单之上 随着中超联赛和国家队比赛的进行 他也将在这个榜单上处于领先的位置 联赛第21轮对阵青岛海牛 胡雷攻入顶级联赛第127个进球 首次追平了艾克森的进球记录 我觉得 这就是一步一步去慢慢脚踏实际 每天去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 每一天努力幸运 然后到了比赛场上 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吧 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就是说自己这么多年 从2013年第一次踢中超开始 一直到现在 然后包括中间去了三年多的西班牙 在这十年多的时间 可能我自己也比较开心 就是说自己的状态始终是保持得还可以 我觉得这也不仅仅是这个 就是目标就在这里吧 之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这个目标去等待着 等待着我 32岁 吴磊在国家队的层面 也有着全新的突破 主场对阵越南 吴磊在中场前单刀破门 本场比赛 吴磊首次带上了队长秀标 他也将肩负起更多的职责和实力 16号对阵泰国的比赛 我们期待看到吴磊在更衣室 喊话动员的场景 期待队长吴磊 在场上更多的激励队友 勇意前行 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个 当国家队的队长 然后我觉得 首先是感谢主要连队我的信任 还有所有队友 对我的这种信任吧 我觉得在队长秀标那一刻 可能自己的这个责任 或担当会更加重 然后现在确实 国家队这个 也在慢慢完成这种 新老交替的过程 也有很多年轻的球员 然后其实作为我 也是算老队员了 也是需要我去起到这样的作用 去帮助更多年轻球员去 不管是球场上的这种激战所也好 还是平时生活上管理上 其实都要自己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作为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帅 杨科维棋在作风管理上的要求极为严格 具体说来就是强度大 标准高 队员们需要每天七点半起床 并按时测量体重 对于试预赛的前两个对手 泰国队和韩国队 教练组也做了很多分析和准备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以 都是想往这个目标去冲击 然后想完成这个梦想 这是所有人的梦想 然后我们也知道可能现在 确实在亚洲这个实力上 不是像之前有那么有一些优势 可能确实实力上能力上 可能确实相比之前会有一些下降 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就是会放弃 或者说没有这种信心 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吧 我们肯定是会全力以赴 然后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球员的梦想 在现在中国足球这个大环境下 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打好这个比赛 给大家更多的信心吧 作为队长和队中的头号射手 吴磊自然会获得更高的关注 尽管刚刚度过了一个赛季的漫长历程 最后三轮的比赛也经历了极多的消耗 面对16号的首场试育赛 吴磊必须咬紧牙关挺身而出 为了自身的使命 也为了所有球迷的梦想 首先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关注 然后对我们的期待 我们一定是会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管是遇到困难也好 再大的困难 我们都会每一场球都会拼尽自己所有的这些能力 去争取赢得比赛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关心 鼓励支持我们 在我们采访当天 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出征试育赛24人大名单 新老交替的过程是否顺畅 伤病的损耗 入籍球员的减少都成为了教练组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2023年行将结束之际 狐磊即将踏上一段未知的征途 他需要迅速调整心态 从获得中超冠军的喜悦 切换到冲击世界杯的渴望 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习惯了 因为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是国家队俱乐部之间这个来回迁缓 每年都有五次这个国家队集训 都是大多数时间都是穿插在这个联赛当中的 所以这种角色的转变 其实我已经很习惯这样的转变 然后确实和这个新的这个周期 这是第一场比赛 所以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要 今年二月 吴磊发布喜讯 第三个孩子顺利诞生 32岁的吴磊喜得爱女 在此之前 吴磊的庆祝动作从一二变成了三 吴磊也将微信头像换成了五口之家 面对赛场的对抗 舆论的压力 家庭成为了吴磊幸福的避风港 首先是家庭的责任会更重 然后我觉得我是非常开心这个妹妹出生 我觉得她也给我带来了 带来很好的运气 然后这个今年拿了冠军 我觉得这都是可能都是有这样的这种缘分 我是从小就离开家 然后去了重明 所以可能更加渴望这种家庭 给我带来这种感觉 这种氛围 所以只要一有时间或者休息的时候 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包括去了西班牙之后 其实比赛我都会带我的孩子去现场看 也是希望给他们培养这样的足球的氛围 2018赛季 吴磊首度捧起中超联赛冠军奖杯 那个赛季 他以27个进球成为中超金靴 创造了本土球员单赛季进球记录 获得中超年度最佳球员 那一年 27岁的吴磊带着儿时的梦想 加盟西班牙人队 开启了刘洋之旅 在三年半的旅欧生涯中 吴磊出场126次 贡献16个进球6个主攻 这力攻入巴塞罗纳队的进球 至今仍然令球迷津津乐道 我一直在关注西班牙人的比赛 哪怕现在在戏 也是会看一些比赛 或者激进 包括一直关心他们的这个 击分榜排名的情况 我觉得去西班牙这三年 是我能够有这样的经历 确实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的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开心 这一生涯能够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采访结束后 我们同吴磊一起赶往夺冠总结大会 2023年对吴磊来说 是收获之年 是记录之年 32岁的吴磊也变得愈发成熟 尽管连续的比赛消耗着他的体能 但吴磊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求胜欲望 和对记录的渴望 在即将冲击世界杯的时间节点 吴磊的内心似乎存在着某种激励他的力量 驱动着他为此不断前行 周四晚间 吴磊已经抵达了深圳的酒店 开始了国家队试育赛的全新真诚 在此晚宴的几百名学生 听说吴磊前来 纷纷身着西装跑来合影 这个瞬间既是本片的终点 也是吴磊全新征途的起点 在此忠心向吴磊道一声 好运 加油 我先 Bears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